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已经在22号宣布 在11月初即将要访华 并且会晤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那么这次他还会参加上海的 进口商品博览会 而现在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也已经表示中方的欢迎 还说这是应李强总理 邀请访华来出席 这个上海进博会 不过呢事实上在此之前 其实是不是因为澳洲呢 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让中方满意 那么是因为澳洲政府决定 不取消中资对达尔门港 99年租约已经通过国安审查了 这件事情是关键吗 您的看法 不当然有象征性啦 因为这个是国安议题嘛 那就表示澳大利亚现在 正在重新定义他的国安的考虑 我觉得这个也是 中国大陆的外交姿态啦 他周边的国家 以前不好的 他现在都要把它弄好一点 而且大部分都是跟美国结盟 或者是曾经跟美国比较好的国家 比如说那个越南 越南这个月底 习近平不是说要去吗 那越南美国刚访问过啊 不是吗 拜登才去 还给了他不少投资嘛 对不对 韩国 尹锡悦才刚去美国啊 那现在又在搞美日韩的同盟 那 杭州亚运的时候 韩国总理习近平就跟他说 可以访问韩国啊 对不对 那澳大利亚当然也是嘛 澳大利亚当然也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大陆事实上正在摆出一个姿态 就是说 其实 我也是很能够跟大家来好好来交往 打交道 那我们总可以找到 一些互双赢的方式 所以如果不是菲律宾 死死被美国掐着 一天到晚在搞人爱交 黄炎岛 事实上中国跟菲律宾 可能早就已经不知道 经贸建设不知道做到哪里去了 因为小马可是一上任之后 那么就访问北京 今年1月就去了 但是马上回去就变了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他要稳住亚洲 是蛮明显的 还有他跟印尼啊 泰国啊 马来西亚的关系 都明显在升温嘛 然后RCEP也要进入2.0版 东盟加一进入3.0 这个都蛮明显的 唯一就只有日本 那现在因为韩国 也急着要在12月做冬啊 而且韩国还把日期丢出来 12月18号 所以希望中日韩一起来嘛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愉快的 应该只有日本啊 那当然就因为河污水了 其他我认为问题都不大 是 不过事实上他 这个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是不是也还是会顾虑到 美方的态度 还是要去华府 跟拜登来汇报一下 那个AUKUS的部分 北京现在就选择不碰嘛 就那个就是争议议题嘛 就不要碰 那其他议题可以谈啦 那他做这样的一个就表示 我认为导演文港不是AUKUS的范围嘛 所以这个当然是澳大利亚的示好 所以呢美联社就有报道说 澳洲总理的宣布和解决葡萄酒贸易争端有望突破 标志着修复澳洲关系 所以中国对澳洲煤炭啦木材啦大麦的进口限制都逐一取消 而中国被关押三年的澳洲记者陈磊获释 这个也是很象征性的 因为陈磊犯的是间谍罪 他只判两年十一个月 这其实是很轻的心 所以我是认为 中国大陆本来就有这样的考量 的确 不过说到了日本呢 那我们来看看 韩兵我们看到呢 这个日本共同社现在有报道 日本政府是要任用现任日本驻印尼大使金山县制来出任 新一任的驻中大使 那派的呢 还是非中国专家 不是说那种说很会讲华语啊 很会讲中文啦 然后非中国的一个专家 然后这个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 其实这是什么用意啊 是要稳定改善日中关系 而大陆的媒体环球时报 还说是要更换对中强硬派的现任大使作为契机 以谋求打破两国关系的停滞状态 真的是打破停滞突破僵局吗 其实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大陆的总理李强 在互相的祝贺 最主要是因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23号迎来了生效 45周年这似乎也透露出彼此的一种善意 就是有的时候外交僵局就是要找一个好的理由 找个借口 大家就赶快各自有一个台阶下 然后就下来 那过去那个垂秀夫把 整个中日之间的关系搞得太僵了 因为日本这个核污水的事情 他直接呛吓叫中国大陆 把他所有的这些制裁啊什么全部吞回去 然后还要认错 你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会去做这件事 根本不可能嘛 那你把他搞得这么僵之后就变成没有转环的余地 没有转环余地那接下来外交之间到底要怎么发展 就变得很难发展 所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干脆换一个人来 你换一个新面孔来 那这样子双方就可以重新再建构起关系嘛 就等于把过去的这些不愉快全部都抹掉 但是有没有这么容易呢 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容易为什么 对你换了一个新的人来 可能耳目会一心 他的态度可能也比较柔软 可是问题的根本是在什么地方 问题根本还是在你的核汇水 你的核污水如果还是要持续排放的话 请问一下中国大陆到底要怎么做让步 因为你这样一排要排30年 而且一路这样排下去 他如果 好我之前对你很强一进了 然后现在因为你换个大使 然后我就对你放松说我不进了 请问一下他对他自己的人民要怎么交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 单纯这样子是很难有 一个很好的台阶下 关键的核污水问题 日本还是要想出一个明确的处理方式 不然的话你每个 因为他每隔几个月就放一次 每隔几个月就要放一次 那就每隔几个月都会挑动大家的神经 日本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我觉得他们要想清楚 而且俄罗斯已经跟进 对啊 俄罗斯 跟进中国 他也制裁了 对对对对 好不过接大使 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呢 美国的加州州长也访问中国大陆去 那是也想要表达善意 也想要多谈合作 那这次呢其实一共7天 然后除了先到香港 还有广东北京江苏上海 还要谈气候 还要谈高铁电动车风力发电 种种的一些项目的相关合作 这点这个接大使评论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美国的地方政府 因为州政府 他没有外交权 他基本上去中国大陆都是去招商 招商 另外一方面 他这个 他也希望去怎么讲呢 去了解一下 他自己州里面在中国大陆有什么商机 因为州政府阶级 阶层他只有商业的这个权限 他没有任何政策外交的 这个外交安全的权限 那是属于华府的 所以中国大陆过去的话 这些都是我想我们也是做这些州政府 主要从商业商务的角度 商务角度 因为加州的话 事实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经济最大的一个州 所以经济的互动的话 在他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很多要去加州投资的话 如果州政府愿意提供税 土地 还有各方面行政的资源的话 他们是有权限的 那另外的话加州也有些产业 他也可以鼓励到中国大陆投资 那以现在这个 中国大陆对美外交的话 他是多头进行 习近平曾经讲过说 中美的关系还是要回归到人民之间的关系 对啊 寄望在民间 而且大使像这个纽森州长 大家都视为是民主党的明日之星 说不定这个要下一个总统不排除 也可能是他 就以后啊 他会不会出来搅逐总统大位 因为之前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呼声 现在还早 他把加州搞得也蛮乱的 他林元购就是这位老兄搞的 他很多除罪话都他搞的 很多加州老百姓对他有意见 所以你要真的压保美国的州长 这个是一个long shot 那个是八甘子打得很远 不过我觉得加州主要他也是美国的大州 对 以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的外交争取这些 各阶层的美国人士 所以他也当然欢迎了 不过这些州长也是基本上很愿意去 搭国去访问的 他如果受到重视的话 他能够再让得到一些投资 对 在对他来讲 对他的政绩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些他们也会受到他们这一些的 这些州里面的产业的委托 以前我在中西部的时候 那些州长每天就想跟我卖他们的煤 卖他们一些矿产 你能帮他买一点的话 他就很感激你了 对希望你能够扩大采购 不过其实这个亮哥我们很快看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就是说 中国大陆也很乐意 不论是跟澳洲或者是美国的各州 看看哪一些项目 共同从民间跟他一起来发展 共同合作互利 可是现在在大陆呢 现在讨论度非常之高的 就是股市到底怎么了 互生跌破3000大关 经济有出什么问题吗 明明看起来GDP也很好啊 大陆还有专家呼吁要救市 那现在呢又因为在10月底 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金融工作会议 6年来的首次 那召集一个高规格的闭门会议 就引人联想 请教亮哥的看法呢 那我也很好奇 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网友们 是不是手上也有一些大陆的这个股票 最近真的是有跌的很惨吗 请教亮哥 有啦就是上海股市跌破3000嘛 不过我认为这个可能是 尾巴这个战争啦 因为美国股市也是在跌啊 那你因为这个战争 接下来就是会造成能源飙涨嘛 是是油价看涨 对啊那你油价看涨 你经济怎么会好 而且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得罪阿拉伯集团啊 他会不会突然之间给你搞个大涨啊 知道现在已经最高已经到92了嘛 我跟你讲如果你把伊朗给拉进来啊 很多人就认为会涨到120 是油价的变化 当然啊所以很多人当然就先卖再说啊 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啦 最近恐慌指数也提高嘛 什么 恐慌指数啊 不是啊是啊 所以我现在都是买进啊 逢低买进就是啊 对我都是买进 好所以亮哥是后市还是乐观的啦 可期待 因为这个就看你评估这个战争会打多久 然后打什么样的规模 你这不认为我们讲三个嘛 加煞战争是一种嘛 代理人战争是一种嘛 那直接战争就是大国进来了嘛 你认为会不会到直接战争嘛 我认为不会 所以我就敢进场了 可是那现在这个会议呢 那可能重点是要谈些什么呢 不过他每次面对这种事情 都是在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啦 因为他那个宽松 又没有到大水漫灌的程度 比如说中国大陆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房地产嘛 比如说碧桂园 碧桂园最近也又开始 有一些问题又浮出来了 那你要怎么救他嘛 那你是不是要开放 把那三条红线都取消 不愿意嘛 大陆政府不愿意嘛 大陆政府正认为这样子让 这些乱来的房地产商太容易 我也不要叫脱罪啦 就是说你负的太少责任啦 你应该再把你这个 得到了一些好处要再拿出多一点 所以在房市的部分不进场 然后这个部分也不进场干预就对了 然后财政的刺激不够大啊 这个就是华尔街蓬勃一天到晚在批评的啊 因为他们也急着要卖掉啊 那你怎么不拉高呢 对不对 我认为就是 所以中国大陆政府是蛮坚定的啦 就说我即使有鼓励消费 我也不会比照2008那种财政刺激 所以就是都是有限的力道啦 好大陆很坚定啦 遇到有菲律宾的船舰来的时候 一样也坚定啊 寒冰 寒冰我们看到中国海警船 22号拦阻进入仁爱礁临近海域的菲律宾船呢 双方的船只碰撞了 这个中非啊官方护指对方船只做危险的举动 中国海警还说这个根本是恶意碰瓷了 菲律宾外交官员说 马尼拉当局就菲律宾与中国船只 在这个争议的南海发生两起碰撞 还特别要召见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 但是大使没露面 是由管方首席管员周志勇公参来会见 所以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助理 就派了个司长啦 司长来代表来接见 哎这件事情其实美军喔 马上也是力挺菲律宾 让中方也再次的表示了不满 这根本不是力挺吗 我觉得根本就美军策划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生命本来就写好 那个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他就叫菲律宾的那个船就过去 然后我们在后面拍 你知道就是把这个画面露出来 然后就丢出来说你看中国多厚吧 中国多恶劣 他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不然的话我说真的 菲律宾那个船那么小 你没事去跟人家撞什么啦 那个根本他如果真的发生比较严重破装 那一招船直接就成了 我讲三话就是这样 那个盾位差太多嘛 所以那个目的本来也不是真的为了要补给 他就是想要弄一些惊险刺激的画面 然后放出来 然后制造舆论效应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这是美军一手策划 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也不啰嗦 你要来 反正你灯位那么小我就跟你撞啊 有种你就撞上来 我也反正就在这里就不动啊 不动如山 因为说真的大船要转动的比较慢嘛 所以你小船比较灵活嘛 那我就挡在这边嘛 你要你就撞上来嘛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我是觉得菲律宾 他一直在玩这种游戏 对他并没有好处啦 他不可能因为这样子 就能够把这些岛都夺回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嘛 你这样反而是让中国大陆更积极的在那边布局 你看之前中国大陆还真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要去补给就补给算了 只要是人道的这些东西 我们就让你做吧 那现在你不只是补给 你还想要拿一些建筑材料上去 把越盖越大 那中国大陆当然不会允许你做这件事情嘛 那美国就是故意的希望能够挑动 他希望造成菲律宾舆论上 甚至国际舆论上对中国大陆施加压力 然后造成说你看中国大陆在南海就是个阿爸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是要破坏整个南海行为准则嘛 就让你根本完全牵不成这个东西嘛 但是他就是在那边喊一喊啊 问题是就是菲律宾跟美国在那里吵 然后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没有什么人说 你真的是声援菲律宾也没有啊 大家都知道他在演啊 对 就是要演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嘛 就希望碰瓷碰用力一点 让越南看到 是啊 但是看起来也没什么影响 所以现在呢就 啊就管方的首席管员 这个切大使 管员出来 来见这个菲律宾 然后呢连大使都不出面 你看看 对不对 就是把姿态就是直接的就表明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可以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